住宅的一二三樓冒出浓浓黑烟 整条巷子都被火災浓烟笼罩 18号一早消防队货报 台中太平区一处家庭工厂传出火警 消防人员抵达现场 拉水线试图扑灭火事 我住二楼 你是住二楼 对 是隔壁通知我 下来的时候已经就烧起来了 可能是我早上点香的时候 可能不知道香怎么样 屋主就住在楼上 家庭工厂平时堆放包装材料 以及大量瓶装的化妆品跟保养品 全被火烧到只剩下一团焦黑的灰烬 业务员工跟家属早上接到通知赶来看看 那是那个化妆品包装的 应该是一般的保养品 有听说有危险性吗 没有 员工都表示工厂内化妆品都没有危险性 初步怀疑是点香引发的火事 而巷弄那一整排联动建筑上层 几乎都是铁皮夹盖 楼上当住处的工厂 新陈一区小型工业区 附近的民众都表示 消防队每年都有做安全检查 对于小型工厂区域并不会特别担心 所幸这一次没有延烧波及其他住户 而详细的起火原因还需要等火调人员进一步去厘清 西域变的新闻苏泰影成为一里 蔡影台中场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